第1431章 滔天杀意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随后 谭云给众人传音道 现在 我们是时候主动出击了 所有人 兽 离开灵霄道殿 我们部署一下作战方案 话罢 谭云凭空消失 出现在了仙山之巅上 嗡嗡 虚空频频震战中 沈素兵等人 十二兽 出现在了谭云身后 如今无心上神境界最高 已是大地境九阶 拥有着越极挑战 大地境十二阶的大能 其次是真姬 她晋升了大地境五阶 拥有越极挑战 大地境十二阶的实力 沈素兵 拓拔盈盈 是大地境四阶 二女 都有越极挑战 大地境十二阶的实力 玉庆 孟毅 欣盈 若曦 仙儿 诗瑶 如雪 紫烟 清澄 诗诗 方指庆 宋慧心 纷纷晋升了大地境三阶 众女越极挑战实力 都能够与大地境十一阶大能比肩 天老 卫拳 皇甫孤虫 关玄奎 关玄空 和谭云一样 是大地境二阶 五位老者 都有媲美大地境十阶大能的实力 是天摩元 金龙神师 如今已是大地兽成年七七阶 实力之强 都可击杀大地境十二阶的先人 摩尔如今是大地兽生长七六阶 不惧怕大地境十二阶先人 天罗龙雄王是大地兽生长七五阶 不惧大地境十一阶先人 其他七大族王和小白 如今是大地兽生长七四阶 不惧大地境十阶先人 意思说 如今谭云身边的美女和众兽 实力最弱的 都能和大地境十阶的大能匹敌 毫无疑问 谭云在众人中境界最低 可是他越级挑战的实力 绝对最强 谭云望着众人道 九天仙府的格局 小庆最清楚 先让小庆说一下 蒙面的方指庆 玩耳一笑 天籁之音响起 九天仙府 唯一的九天仙界之巅 虽是一府邸 不过却占地方元三千万仙里 九天仙府 共有四个城门 分别是东门 南门 西门 北门 狗仙帝成婚之地 应该在九天仙府中央的九天仙殿外的广场中 因为此广场 占地达到了方圆三十万仙里 只有这里 才可以容纳下 前来恭贺的上千万城主 此外 九天仙府 由于位于九天仙界之巅上 故而 此府邸上空有九天仙界 通往八天仙界的结界 在结界的笼罩下 若想进入九天仙府 必须从四座城门方能进入 当然 若要离开 也必须经过四座城门 依我之见 若要将里面的人赶尽杀绝 我们就得分头行动 封锁四座城门 闻言 众人纷纷点头赞同 夫君 你来安排吧 沈素兵盈盈一笑道 好 谭云应声后 想了想到 老元守住东门 好来 视天魔元说道 俺绝不放走一人 谭云笑了笑道 大块头 守南门 魔 天罗龙雄王 堵西门 谭云话音未落 一袭白裙的小白 撅着小嘴道 我想和龙雄哥哥一起 闻言 天罗龙雄王笑得呲牙咧嘴 好 那你们三个守西门 谭云说道 至于北门 就由射魂子雕王 惊火妖狼王 等七大族王守护 话罢 谭云又道 天罗 孤虫 玄空 玄奎 魏权 惠心 你们六人也去 守北门的所有人和兽 都听惠心的命令 属下遵命 众人 众兽领命道 谭云看向一袭黑色长裙 美若天仙的宋惠心道 北门交给你了 不能放走一人 主人放心 属下明白 宋惠心重重地点了点禽手 随后 谭云说道 上官非 你如今只是帝皇进十一阶 不适合参战 你待在灵霄道殿内继续闭关便是 好 上官非应声后 飞入了灵霄道殿内 谭云说道 剩下的人都随我进入九天仙府杀敌 一切听我口令 再动手 诸位切记 接下来九天仙府之战 将会是我们在鸿蒙九天仙界最后的一战 一战过后 我们便前往其他仙界 血洗其他仙府 掠夺足够的仙权 还有 此战 我们绝不放走一人 将九天仙府内的所有人 仙兽 凡是开启灵智的兽类 统统杀绝 万万不可留下活口 因为 血洗九天仙府事关重大 一定会有人前往神剑 禀报两大至尊 若我们未把 有智商的兽 和所有人赶尽杀绝 那么 一旦将我们的样子 告诉两大至尊 到那时 我们威仪 众人纷纷点头之际 薛紫燕说道 姐夫 我们易容不就可以了吗 不行 谭云解释道 无论是鸿蒙神界 还是混沌神界 始源神界 总有一些神 天生拥有大推演术的神通 这些神 单凭我们样子 便可推演出 我们是否易容 且逃到了何处 文言 薛紫燕瞪大了美眸 这些神 居然还有这种神通 若学会此神通 岂不是可以推演到 自己想要找的人了 谭云笑道 也不绝对 有两种方法 可以躲避大推演术 其一是 只要自己修为比施展大推演术的神修为高 其二 则是大无形术 只是 会施展此术者 少之又少 薛紫燕等人 点头表示明白后 谭云说道 九天秘府中 还有一些仙拳 我们现在将这些仙拳统统收起后 交给宿兵 他有神主界可以装得下 于是乎 众人 自封颠上腾空而起 开始捕捉一座座 仙山之颠上的仙拳 半个时辰后 众人将捕捉到的六百条极品仙拳 全部交给了沈素兵 随后 谭云让众人进入灵霄道殿后 封颠上的万丈灵霄道殿 化为一道光束 钻入了谭云耳中 随后 谭云离开了九天秘府 出现在蓬莱森林上空 眺望着远方 心谋中透露着滔天杀意 欧阳谦谦 方如龙 你们成婚之日 便是你们的死期 光阴四剑 二十三日后 距离欧阳谦谦 夏侯轩 和九天先帝成婚之日 只剩下两日 由于九天先府 有通往十大先城的传颂阵 故而 夏侯轩 欧阳谦谦 只需通过传颂阵 耗时两日 便可抵达九天先府 夏侯先城 成竹服 闺房内 夏侯轩身穿新娘服 婷婷玉立于敬前 角色容颜上 写满了发自心灵深处的 欣喜之色 连做梦都想成为 九天先帝夫人的夏侯轩 根本不在乎 方如龙是狗的身份 在她心中 全是地位才是首位 本章完 第1432章 大婚开始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雨木 夏侯鼠笑着来到了闺房外 爹爹的宝贝女儿啊 九天先府 迎亲队伍已经来了 你现在该前往九天先府了 夏侯轩笑道 知道了爹爹 女儿这就准备出发 同一时间 通天先城 城主府 闺房内 欧阳谦谦身穿烟红的新娘服 端坐在镜前 美眸中 浸满了泪水 她身侧的丫鬟 一边给欧阳谦谦补妆 一边自己也不停地落泪 这已是丫鬟第六次给欧阳谦谦补妆了 因为 欧阳谦谦一直不停地落泪 打湿了脸上的庄才 小姐 您不能再哭了 现在接近的队伍 已经在府外等候多时了 丫鬟哽咽到 刚刚九天先府的迎亲负责人 又催了 说再耽搁 就会误了成婚的时辰 嗯 我不哭 我不哭 欧阳谦谦深吸口气 目光悲痛 心声哭泣道 谭云 你知道吗 我真的好想 为你穿上婚服 而不是给方如龙 一刻后 披着盖头的欧阳谦谦 在丫鬟的搀扶下 迈出了楼阁 穿梭在亭台楼械的府邸 来了府外 此刻 府邸外 一艘长达百丈的三阶 极品神器神舟 凌空悬浮 神舟上 驻足这千名九天先府侍卫 他们望着迈出府邸的欧阳谦谦 纷纷单膝而跪 为首的一名将领 呐喊道 恭迎先帝夫人上神舟 恭迎先帝夫人上神舟 千名侍卫 异口同声 声响震天 随后 欧阳谦谦和欧阳断天 凌空飞上了神舟 那仙将驾驭神舟 穿梭在通天先城 朝通天先城中的巨型传送阵而去 途中 通天先城先民们 昂视着从街道上空驶过的神舟 激动之色 异于眼表 因为他们清楚 待欧阳谦谦成为先帝夫人后 自己通天先城的地位 必然水涨船高 神舟在这欧阳谦谦等人 驶入巨型传送阵内后 飞入了通往九天先府的时空殿内 两日后 日渐黄昏 九天先府东门外建立的时空殿内 飞出了两艘神舟 其中一艘神舟上 在这夏侯鼠 夏侯轩 和九天先府的迎亲队伍 另一艘神舟上 则在这欧阳断天 欧阳谦谦 以及九天先府的迎亲人员 夏侯鼠望着欧阳断天 呵呵笑着抱拳道 恭喜欧阳兄 从今以后 我们也算是沾上亲戚关系了呢 欧阳断头国字脸上 不为所动 李都为理会夏侯鼠 便让仙将驾驭神舟 率先驶入了九天先府东门 望着欧阳断天消失的背影 夏侯鼠眼神中闪过一抹杀意 也便让仙将驾驭神舟 驶入了九天先府 一刻后 九天先殿外的广场上 摆满了一排排宴席 宴席上美酒佳肴 各种鲜果琳琅满目 席位上 落作着上千万人 其中有老者 中年人 也有年轻女子和老婆婆 这些人 乃是九天先界上千万先城的城主 其中实力最低的也是 帝皇境一界 上千万城主中 有九百三十多万人是帝皇境 大帝境者有八十万余人 在这八十万余人中 只有四人是大帝境十二界 其中有末战 先成城主末长空 凌云先成城主庄凌云 冰雪先成城主上官雪 无极先成城主礼亭 除了四人外 在广场前方的上席上 还有大帝境十二阶的欧阳断天 大帝境十二阶的夏侯鼠 这时 一名大帝境十阶的老者 自广场前方虚空中凭空而出 扯着嗓子呐喊道 彼人新任九天先府总管方位 先帝大人婚礼 由本总管主持 现在请诸位来宾 将你们的贺礼 交给我府婢女们 随着方位化落 一名名秀色可参的白群少女 从虚空中飞落在了广场中 随后 上千万城主 将自己的贺礼 开始交给婢女们 同一时间 义荣成七寻老者的谭云 自虚空中 飞落在九天先府东门外 这时 他耳中凌霄到殿内 只有他的妻子和众女 无心上神 其他人 十二寿 已经各就各位 潜伏在了九天先府东门 南门 西门 北门外 来者何人 看守东门的一名仙将 望着踏步而来的谭云 询问道 谭云陡然施展了鸿蒙神童 控制住那仙将后 轻声道 给老子打开城门 是 那仙将神色呆滞地 应了一声后 便打开了城门 谭云栖身进入城门后 那仙将脑海中 响起谭云 无庸置疑之音 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尽 随后 谭云凌空飞渡在苍穹中 耗时一刻后 自广场外围凭空而出 笑呵呵迈进了最后排的一个席位 就那样大摇大摆地坐了下来 请问您是 谭云身旁 一名帝皇经六阶的城主 测试谭云询问道 老朽乃是皇甫仙城城主 皇甫云 谭云说道 原来是皇甫城主 施敬施敬 那城主抱拳道 此城主之所以说施敬施敬 其实是客套话 他压根没有听说过什么皇甫仙城 同样 他也没有怀疑 因为九天仙界中 有上千万座仙城 他不可能将所有仙城的名字记住 客气客气 谭云笑呵呵道 请问您老是何敬见 那城主问道 谭云如实道 大地进二阶 啊 皇甫城主 以您的敬见 那可是要坐在前一百排席位内呢 您坐在这最后方 有失身份哪 那城主听闻 谭云是大地进大门后 变得恭敬了三分 不打紧不打紧 谭云笑道 坐在那里都一样 这时 一名婢女飞落在谭云身前 眼神中竟是傲慢之色 这位迟来的城主 您的贺礼呢 谭云抚恤而笑 传音道 小丫头别急 本城主专门给先帝大人准备了大礼 稍后 本城主自会呈上 是吗 仙女口吻质疑 谭云神色不悦道 你这是什么态度 信不信我让先帝大人治你的罪 那婢女傲慢之色 荡然无存 脸色苍白 就在这时 广场上空响起了方卫的声音 诸位肃静 现在时辰已到 有请新郎九天先帝 新娘欧阳千千 夏侯轩 谭云给那仙女传音道 好了 本城主不和你一般计较 你退下吧 那仙女暗松口气 腾空而起飞走 本章完 第一千四百三十三章 给本先帝抓住他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这时 谭云心中冷笑道 狗先帝 不仅要迎娶欧阳千千 还迎娶夏侯城主的千金 今日 你们都得统统去死 笃定主意后 谭云面带笑容 一边端起酒杯 自顾平久起来 旋即 众人目光 齐齐望向苍穹 但见广场外的虚空中 飞来三人 身穿新娘服的欧阳千千 夏侯轩 盖着盖头 在方如龙左右两侧 三人并排 自虚空美 迈出一步 便越过了千丈距离 朝广场最前方席位上的欧阳断天 夏侯鼠踏空走去 滴答 一颗泪水从天而降 滴落在了谭云脸上 谭云昂视而去的刹那 欧阳千千正从头顶上空走过 是她的眼泪吗 谭云摇了摇头 暗想到 怎么可能 她不是渴望成为先帝夫人吗 就算是她的泪水 那也是激动的泪水吧 谭云暗自耻笑间 望着欧阳千千离去的背影 不知为何 她感觉自己的心 如同针扎一样 这一刻 谭云脑海中 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 欧阳千千的一颦一笑 以及和她经历过的一幕幕 谭云猛地摇了摇头 心声大吼道 为了这样的女人 自己不值得生气 对 她不值得我谭云生气 虽然 谭云如此对自己说 可是 她想到欧阳千千 即将成为别人的新娘 她还是感到内心隐隐作痛 一团怒火 在胸膛熊熊燃烧着 咕噜 咕噜噜 谭云静止端起酒壶 往口腔内不停地灌酒 皇甫城主 慢点喝 喝快了伤身呐 谭云身旁的那老者 城主传音关心道 谭云喝完一壶酒后 给老者传音道 你叫什么 我叫魏睿 那老者传音道 魏城主 你说仙界中的夏 等些人该杀吗 谭云传音说出这句话时 便有心一会儿饶其一命 不过前提是 魏睿的回答 要令谭云满意 然而 谭云失望了 那魏睿呵呵笑着 传音道 皇甫城主 你喝多了 怎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这问题不能问吗 谭云传音道 魏睿笑着传音道 我们九天仙界所有城主 在登上城主之位时 都要向先帝大人表示忠心 而屠杀一万下等先人 您在成为城主时 必然也杀过 所以我觉得 您喝多了 才会问这种问题 谭云点了点头 目光中划过一抹寒意 那欧阳断天成为城主时 也一定杀一万下等先人了吧 然而 魏睿的回答 让谭云颇为意外 魏睿传音道 没有 就欧阳断天没有杀 此人的祖上 是凡间未免飞生的 所以 他从不杀下等先人 或许是碍于他实力强大的原因吧 上任先帝当时并未和他计较 闻言 谭云还想说什么时 魏睿传音道 不说了不说了 先帝大人成婚乃是大事 我们还是观摩一下吧 这时 谭云眺望而去 只见九天先帝 和两位未婚妻 已从广场上空走过 凌空飞落在上席前 面朝席位上的欧阳断天 下喉鼠而立 此刻 广场上方凌空而立 九天先府总管方位 朗朗之音响彻天际 现在时辰已到 接下来 让我们所有人 见证先帝大人的成婚典礼 新郎 新娘 听属下口令 天晕万物 地在苍生 一败天地 闻言 方如龙和欧阳千千 夏侯轩 徐徐转身 面朝苍天而立 方如龙英俊的脸上 浮现出了发自内心的笑意 他和右侧的夏侯轩 几乎同一时间跪下 而欧阳千千 却并未立即下跪 先帝夫人 快下跪 方位急忙给欧阳千千传音 烟红的盖头下 欧阳千千背齿咬破了下唇 泪水速速滴落间 他合上了美眸 双膝缓缓跪下 就当欧阳千千的双膝 即将碰到地面时 忽然一道苍老之音响起 慢着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一片 是谁如此大胆 是啊 这他娘的 是不想要命了吗 上千万城主低声议论间 寻声望去 但见广场后方最后一排席位上 站起来一名老者 老者正是谭云 这时 谭云身旁席位上的城主们 将谭云视为扫把星 众城主身影闪烁间 纷纷远离谭云 只剩谭云一人待在原地 方如龙豁然起身 凝视着谭云的毛子里 透露出一抹杀意 你是何人 懂不懂规矩 方卫立声道 总管大人息怒 谭云微微躬身道 属下方才来晚了 还未奉上贺礼呢 滚 方卫踏空而立 咆哮间朝谭云蹦射而去 当方卫出现在谭云身前摆仗处时 方如龙淡淡道 今日是本先帝大婚之日 不易见血 总管暂且不要动手 是先帝大人 方卫恭敬应声后 死死地俯视着谭云 这时 谭云右手一翻 手中出现了一个正方形匣子 面朝九天先帝道 先帝大人 此贺礼 您一定会满意的 是吗 本先帝倒是好奇了 方如龙无庸置疑道 若贺礼能让本先帝满意 本先帝可以恕你无罪 否则 吐你九足 话音腐落 方如龙招手间 谭云手中匣子腾空而起 射入了他右手之中 旋即 方如龙打开了匣子 咕噜噜 当时 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滚落在地 静 寂静 全程死一般的寂静 下一刻 当方如龙看清 那血淋淋的人头 乃是自己最为信任的 蓬莱大帝脑袋时 他气得浑身发抖 同时 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难道自己的九天密府 被人洗劫了 这时 全场响起了一阵震惊之音 老天 死者是蓬莱大帝 是啊 真的是蓬莱大帝 还有 这个老者是谁 啊 方如龙面红耳赤 对着距离谭云 最近的方位 咆哮道 给本先帝抓住他 本先帝要将这个杀害 蓬莱大帝 又破坏本先帝婚礼的贼子 亲手宰了 老奴遵命 方位领命后 俯视着谭云 浑浊的眸子里 流露出滔天愤怒 你这个大帝禁二阶 不知死活的蝼蚁 竟敢再次撒野 嗡嗡 虚空震荡中 方位俯冲而下 枯瘦如柴的右手画肘 朝谭云咽喉抓去 本章完 第1434章 大战一触即发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与木 谭云心眸中闪烁 嗜血的光芒 他双脚猛然一踩大得 轰隆隆 地表崩裂中 谭云犹如蹦射的利剑 出现在了方位身旁 抡起右掌 闪电般抽在了方位的老脸上 碰 哗啦啦 随着一声巨响 堂堂大递进十阶的方位 整个脑袋便被谭云给抽爆了 血液 碎骨四溅 无头尸体炮弹般而下 轰碎了一桌宴席 眼见此幕上千万大地境以下的城主 神色亥然 诗神惊呼 此人浩强的实力 居然一招便将方总管给杀了 是 是 是啊 太恐怖了 在众城主纷纷出生时 方如龙气得浑身发抖 他万万未想到 自己成婚大喜之日 胆敢有人来搅局 气煞我也 方如龙咆哮如雷 而这时 欧阳千千 夏侯轩 不禁掀起了盖头 露出两张绝色容颜 夏侯轩此刻 脸上写满了愤怒 反观欧阳千千 通红的美眸中 则划过一抹一傻而逝的喜色 他并未认出谭云 他之所以心中开心 是因为 有人前来捣乱 他心中祈祷 视线中那陌生的老者 能够大展身手 最好导致今日成婚之事 暂时搁置 同样 欧阳断天 看似面上愤怒 实则 心中乐开了花 嗖 方如龙腾空而起 俯视着上千万城主 咬牙切齿道 除了本仙帝外的两位岳父外 其他城主听令 给本仙帝杀了他 属下遵命 是仙帝大人 上千万城主 虽忌惮谈云 但是更不敢违抗命令 叫嚣着纷纷祭出神兵利器 汇聚成了一道道人形洪流 朝谭云气势汹汹的杀去 一群蝼蚁 还想杀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谭云狂笑道 今日老子要大开杀箭 鸿蒙神步 谭云赤手空拳 犹如一道幽灵 急速自低空中穿梭 双拳朝杀来的城主们 频频轰出 砰砰砰 噗通噗通 顿时 沉闷的凿机声中 一名名城主脑袋 像是西瓜般崩碎 一具具无头尸体 喷涌着血液 砸落在了席位上 咔嚓咔嚓 随着清晰的鼓劣声 一名名城主 胸膛被弹云轰暴 整个身体暴碎开来 一团团血雾中 一块块残缺不全的尸体 洒落着血液 坠落在了广场上 仅仅短短的三夕时间 便有上千名城主陨落 面对此目 朝谭云杀去的城主们 潜意识地止住了身形 浑身瑟瑟发抖 都愣着作肾 方如龙咆哮道 给本先帝杀 杀 一起上 杀了他 众城主纷纷利吼着 遏制着心中的恐惧 飞蛾扑火般 朝谭云而去 砰砰砰 咔嚓 咔嚓 只见血液染红了苍穹 谭云如同绞杀鸡一般 每一拳 每一脚 便收割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片刻后 足有上万名城主陨落 而谭云 早已浑身是血 浓郁的血腥气息 笼罩着广场 令人作呕 又过了一刻后 谭云已记不清杀了多少人 粗略估计 至少杀了八万名城主 望着谭云 势不可挡 轰杀自己的属下 九天先帝突然沉声道 兜住手 顿时 上千万城主 凌空二 立于虚空之中 哗啦啦 谭云踏空而立 浑身一震 将身上的血液震落 似笑非笑地凝视着方如龙 老匹夫 你究竟是谁 方如龙立声道 本先帝的九天密府 如今怎么了 难不成是你杀害的蓬莱大帝 谭云双目凝视着方如龙 莫然道 既然你想知道 那老子不介意 通通告诉你 你听好了 谭云霸气侧漏 一字一顿道 老子就是你想要杀的谭云 花霸 谭云将脸上的胡须扯掉 旋即 脸上的皱纹急速退去 露出了一张英俊的面孔 邪笑道 你的九天密府里面的仙权 已经比我喜结一空了 至于蓬莱大帝 也是我杀的 此话一出 所有城主 心中掀起了滔天骇浪 他们在近百年中 都参与追杀谭云 可是他们得到的消息 谭云只是帝皇境 怎会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晋升了大帝境二阶 且实力还如此恐怖 谭云 谭云 欧阳千千凝视着谭云 美眸寒泪 谭云猛然回首 探出一根手指 指着欧阳千千冷漠无情道 欧阳千千 今日我会亲手杀了你 还有你 谭云怒指欧阳断天 然后 环视所有人 掷地有声道 还有你们 都要统统去死 话罢 谭云施展了空间霸体 红隆崩 苍穹崩塌中 谭云身体骤然暴涨到了四千丈之巨 一念之间 鸿蒙是神剑自眉心内飞出 化成了三千丈之巨 望着山月般的谭云 上千万成主惊悚出声 天哪 他 他究竟是何人 为何体型可以变得如此巨大 是 是啊 谭云宛如一尊晴天杀神 冷漠道 我当然是杀你们的人 哼 第一声 谭云一脚踏出 将上百名帝皇境的城主硬生生的踏爆 尸骨无存 刺啦 谭云一剑挥出 便有上百名城主 被巨剑吞噬而粉身碎骨 鸿蒙神不 谭云此刻恐怖如斯 持剑冲入了虚空中的人群中 疯狂的五剑开始大杀特杀 树西之间 便有上万名城主死无葬身之地 方如龙五官扭曲 嘶吼道 所有帝皇境 大帝境十一阶以下的城主 统统撤退 你们不是他对手 除了本先帝的两位岳父外 所有大帝境十一阶 十二阶城主 给本先帝杀了谭云 随着方如龙一声令下 上千万城主 纷纷朝广场外飞去 远远地观看广场中 接下来的厮杀 此刻 大帝境十一阶的城主 三千六百名 自虚空中 纷纷闪烁间 将谭云包围 嗖嗖嗖嗖 四道身影 划过虚空 出现在了谭云面前 四名大帝境十二阶的城主 分别是 莫战仙城城主莫长空 凌云仙城城主庄凌云 冰雪仙城城主上官雪 无极仙城城主李廷 大战一触即发 本章完 第1435章 我的时代依然在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与木 夫君 现在需要我们出手吗 这时 谭云脑海中 想起沈宿兵忧兴冲冲之音 谭云给凌霄到殿内的众人传音道 你们之中 只有宿兵 真鸡 银银 无心上神 是大帝境十二阶强者的对手 现在除了我面前的四位城主 是大帝境十二阶外 上席位上 还有欧阳断天 和夏侯鼠 这已是六位了 再加上方如龙这只狗 如今已是大帝境十二阶 他们一方共有七位大帝境十二阶的强者 所以 现在你们不能出手 待我已突袭至少斩杀两人后 你们皆是在动手 一定要记住 你们任何人都不要向方如龙出手 此人是大帝境十一阶时 便不惧大帝境十二阶的大能 如今他已是大帝境十二阶 他会是我们最强大的对手 到时候 方如龙交给我 就在谭云传音时 莫战先城城主莫长空 对着另外三名城主 抱拳道 无需三位动手 本城主要亲自废了谭云 随后 莫长空目自静烈地盯着谭云 力声道 你这个该死的杂碎 杀我二弟 三弟 杀我孩儿 今日本城主 要将你抽筋把骨生擒 交给先帝大人处置 在莫长空心中 谭云只是大帝境二阶 他再强大 也绝不会强过自己 谭云嘴角心眸中流露出浓浓的力气 废话少说 要战便战 莫祖战体 莫长空一声力喝 体内澎湃出浓浓的死亡大帝之力 顷刻间 莫长空体型暴涨到了三百丈之巨 呵呵呵呵 谭云仿佛想到了什么 耻笑道 此战体术 是你的祖宗 莫战留下来的吧 老子告诉你 此战体术还是老子 指点你祖宗修炼的呢 你现在用出来 对付老子 真是可笑 还有你祖宗莫战 当初在老子陨落后 他也是第一个背叛老子 向混沌至尊 使缘至尊俯首称臣的人 谭云此话一出 全场骇然 身为城主的他们 还是知道 当年鸿蒙至尊陨落后 莫战的确是第一个背叛鸿蒙至尊的人 而谭云所言 难不成谭云是鸿蒙至尊 可是 这怎么可能 鸿蒙至尊 不是早已陨落了吗 就在这时 上席中的夏猴鼠 死死地盯着谭云手中的三千丈神剑 浑身发抖地站了起来 望着方如龙 颤声道 仙 仙帝大人 属下想起来了 谭 谭云手中的神剑 正是鸿蒙至尊 正是鸿蒙至尊昔日使用的鸿蒙是神剑 还 还有 谭云之所以身体可以暴涨到四千丈 应该就是古书中记载的鸿蒙霸霸霸霸体 此话一出 方如龙浑身一抖 凝视着谭云 你撒谎 鸿蒙至尊早死了 就算你手中的真是鸿蒙是神剑 就算你会施展鸿蒙霸体 你顶多只是得到了鸿蒙至尊的传承 你绝不是鸿蒙至尊 谭云忽然笑了 方如龙 你这条狗信不信随你 不过在老子动手前 先让你见一人 小庆出来 嗡嗡 虚空如水涟漪之际 一袭蓝裙猛面对方指沁 自谭云身旁凭空而出 他冷若冰霜的望着方如龙 将面纱轻轻的接下 露出了一张绝色容颜 只是他那吹弹可破的容颜上 有一道触目惊心的浅浅抓痕 方如龙 你应该认得我脸上的抓痕吧 方指沁凝视着方如龙 方如龙眉头紧错 你脸上的抓痕 是我夺魂神犬的神爪所留下的 你是谁 与我夺魂神犬有何恩怨 此刻 所有人的目光 皆定格在方指沁身上 方指沁冷冷的环视着上千万城主 说道 在很久以前 我养了一条狗 后来 我在鸿蒙至尊哥哥的点拨下 在鸿蒙九天仙剑 独占九大大 递进十二阶强者而不败 被我哥哥清封为鸿蒙九天仙帝 我哥哥后来 并没被始原至尊 混沌至尊彻底杀死 因为我哥哥神魂不死不灭 于是 两大至尊诅诅我哥哥 进入了万世轮回 也就是如今的谭云 而我却被我亲自养大的狗危险 这畜生叫我毁容 杀我父母 虽然我已轮回 但我的脸上 依旧有夺魂神犬的抓痕 我便是 方指沁话音一顿 扫尸重城主 一字一顿道 昔日鸿蒙九天 先帝方指沁 此话一出 广场外的上千万城主 望着方指沁 谭云 而吓得浑身哆嗦 脸色苍白 呼扯 方如龙宁笑道 方指沁帖是方如龙 齿笑道 你知道 你为何也姓方吗 那是因为 当年你还没出生时 我赐予给你父亲的姓氏 我方指沁再次宣布 从即刻起 你这条夺魂神犬 不再姓方 直到你死 你都是一条没有姓氏的野狗 方如龙忽然拍着手掌 道 你这个贱人 可真能变 我不信你是方指沁 方如龙扫尸重城主 你们别被他和谭云给骗了 先帝大人 我们不信 对 我们不信谭云是鸿蒙至尊 也不信眼前的这个女人 是昔日九天先帝 耳畔营绕着重城主的不幸之音 方指沁还事众人 今日在你们死前 我会让你们死个明白 你们谁知道 方指沁昔日使用的神剑 这时 一名围拢着谭云的大帝进十一阶城主 沉生道 方指沁先帝 昔日使用的是 鸿蒙至尊赐给他的神剑出源 你不是自称是方指沁先帝吗 有本事你把神剑出源拿出来 让我们看看 众城主纷纷耻笑 没错 有本事你拿出来 方指沁面带冷笑 朱唇清起 旋即一柄神剑自樱桃小嘴中飞出 悬浮在了身前 当众人看到神剑上 栩栩如生地刻会着一名青年 和一名六岁小女孩的身影时 众城主望着方指沁 眼神中透露出无法遏制的震惊之色 虽然方指沁当初是先帝时 他们还未出生 不过 他们出生后 却在神剑排行榜的古典中 见过神剑出源的样子 方如龙双拳紧握 对着所有胆战心惊的城主 咆哮道 就算谭云是鸿蒙至尊转世 即便这个女人 昔日是九天先帝又如何 本先帝告诉你们 鸿蒙至尊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们的主子 是混沌至尊 始源至尊 谭云狂笑道 没错 过去了 我告诉你这个畜生 只要我谭云不死 我鸿蒙至尊的时代依然在 本章晚 第1436章 心急如焚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与木 花霸 谭云看向方指沁 目光坚定地传音道 小沁 你先进入灵霄道殿 一会儿 听我口令再出手 还有你放心 方如龙我会生情他 让你处置 嗯 谢谢哥哥 方指沁传音后 凭空消失 这时 方如龙激笑道 谭云 这一次 本先帝会留你一条命 然后 把你交给始源至尊 混沌至尊 大人 若你真是鸿蒙至尊轮回转世 那本先帝可就立下大功了 方如龙力声道 莫长空 动手 属下遵命 莫长空领命后 怒视谭云 嘶吼道 就算你昔日是鸿蒙至尊 今日本城主也要废了你 杀 高达三百丈的莫长空 双手一翻 手中出现了一把 三阶上品神器的巨斧 刺了 刺了 莫长空手持巨斧 身体冲碎了虚空 朝谭云悍然杀去 尽管莫长空高达三百丈 可是在四千丈的谭云面前 依旧看起来很弱小 鸿蒙神童 刹那间 谭云一双巨铜中 蹦射出万丈妖翼的鸿蒙 射入了莫长空的双目中 莫长空感到脑海深处 袭来一股眩晕 陷入了短暂的尸神 当莫长空猛然摇头 恢复神智时 谭云高达四千丈的身躯 已出现在莫长空身前 猛然将手中的巨剑 挥舞了两下 啊 不 噗哧噗哧 莫长空杀猪般的哀嚎声中 他的两条胳膊 血液喷剑中便被斩落 去地狱陪你二弟 三弟 儿子吧 谭云右手一挥 鸿蒙是神剑 将莫长空拦腰斩断 噗哧 谭云那山月般的身体 持剑凌空一番 一剑将莫长空的头颅 劈成两个半 从谭云出手 直到将莫长空宰杀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喝成 也只是几个眨眼的时间 这一刻 虚空中 凌云先成城主 庄凌云 冰雪先成城主 上官雪 无极先成城主 李廷 三位大帝十二届的大能 望着谭云的眼神中 弥漫着深深的忌惮之色 三人尽管清楚 莫长空实力 在自己四人中最弱 可他们也几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莫长空居然会被谭云 如此轻而易举地斩杀 三人震惊之时 上千万成主 昂视着谭云的眼神中 净是恐惧之色 在众成主心中 眼前这个自称是鸿蒙至尊转世的谭云 实力着实太强大了 上席中的夏猴鼠 昂视着谭云 神色前所未有的凝重 而他身旁的欧阳断天 震撼不已的同时 心中乐开了花 他万万未想到 谭云竟然会是鸿蒙至尊转世 爹爹的好女儿啊 你可真有魅力 会让昔日的鸿蒙至尊爱上你 欧阳断天 偷偷给身穿新娘服的欧阳千千 传音道 欧阳千千抿着珠唇 望着谭云的眸子里 静视柔情 传音道 爹爹 虽然我上次对谭云说的话 是为了骗他 可我现在 已经为方如龙穿上了婚服 那里还有脸面在面对他 文言 欧阳断天传音道 此事你放心 魏父会和鸿蒙至尊大人解释清楚 传音话落 欧阳断天自席位上 突然腾空而起 拉着欧阳千千 从方如龙身旁一闪而过 便朝谭云飞去 欧阳断天 你这是作甚 方如龙面色一沉 呵斥道 欧阳断天 左手牵着欧阳千千 猛然回首 怒视方如龙 狗杂种 本城主告诉你 我女儿爱的人 是鸿蒙至尊大人 不是你这个心狠手辣的畜生 旋即 欧阳断天右手一翻 出现一柄神剑 手腕旋动间 带着一道道剑芒 朝围困着谭云的三千六百名大地进十一街的城主吞噬而去 噗哧噗哧 血雾弥漫中 十名城主躲闪不及而丧命 欧阳断天 你这是要造反吗 方如龙望着欧阳断天咆哮道 没错 欧阳断天立声道 本城主就是要造反 还有狗仙殿 你是不是很好奇 你派人找了这么久 也没有查出仙仙的下落 那我告诉你 因为仙仙便是我女儿千千 听后 方如龙气的火冒三丈 欧阳千千 你这个贱人 欧阳千千智若罔闻 她凌空而立 泪眼汪汪的看向谭云 正要说话时 谭云剧童中流露出嘲讽之色 旋即 谭云左臂猛身 将欧阳千千攥在了手心 至尊大人 不带欧阳断天话罢 谭云怒急而笑 给我闭嘴 你再敢多说一个字 我现在就把你女儿捏死 欧阳断天下的大气 都不敢出一口 咯吱咯吱 谭云左掌徐徐紧握 她掌心内的欧阳千千 双肩骨骼徐徐崩裂 啊 欧阳千千发出一道痛苦之音 她耳鼻溢出一缕缕血液 紧接着 貌美不可方物的容颜上 写满极度的痛苦之色 感到全身骨骼 即将碎裂 很痛苦对吗 这就是你欺骗我感情的后果 谭云冷笑连连道 你们妇女真不是好东西 见我今日要大开杀箭 知道你们跟着狗仙弟性命不保 这才唱了这一出 想要再欺骗我一次 欧阳千千珠唇轻起 铺出一口鲜血 她摇动禽手 猛地摇动禽手 泪水模糊了视线 颤声道 不是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谭云 我爱你 给老子闭嘴 谭云露吼道 欺骗我的人 我绝不放过 欧阳千千 你去死吧 就在谭云准备将欧阳千千钻死时 欧阳断天猛地跪在虚空 声嘶力竭的大吼道 鸿蒙至尊大人 您不能杀她 否则 您会后悔的 您听小的说 我女儿那晚对你说的话 都是骗你的 她根本不想成为先帝夫人 若非 狗仙弟拿我成主府所有人的命威胁 我女儿根本不会和狗仙弟成婚 谭云咬牙切齿道 说完了吗 说完了 你女儿也该去死了 你当我谭云是什么人 三岁小孩 那晚 我用铜术控制了她 她当时说的话 我永远都忘不了 至尊大人 那是误会 欧阳断天心急如焚道 我女儿知道 您会不信她 她才让小的打造了防止大地魂 被铜术控制的大地魂神环 大地魂神环 现在就在千千的脑海中 她当时根本没有被您控制啊 小的发誓 所言千真万确 否则不得好死 本章完 第1437章 大战开始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语目 文言 谭云四千丈的身躯猛然一颤 旋即释放出仙石 发现欧阳千千脑海深处的大地魂 的确被一个散发着盈映神光的光环笼罩着 至尊大人 您若还不信 小的这就给您看 当时小的和千千谈话的记忆影像 欧阳断天呐喊间 右臂一挥 一蓬仙力自虚空中 幻化成一幅记忆影像 谭云望去 但见 记忆影像中的地点是 通天仙城城主府贵宾殿 狂浪 一声 欧阳千千手中沾满谭云鲜血的长剑 掉落在了地上 欧阳千千 泪水速速滴落 懒懒自语道 谭云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只有这样你才会恨我 只有这样 你才会离开 我也很想跟你走 可是我若走了 成竹府怎么办 我通天仙城的子民 怎么办 呜呜 哭泣中 欧阳千千抬起禽手 怒视欧阳断天 爹爹 你为什么要救我 为什么 你知道吗 能死在心爱的人手中 女儿死而无憾 呜呜 被谭云杀死 女儿就可以一了百了了 记忆影像到此为止 不知何时 谭云一双巨铜中 已沉满了泪水 谭云左手急忙将欧阳千千松开 双手小心翼翼的捧着欧阳千千 她俯视着她被自己钻的变形身体 一颗颗巨型泪水 滑落脸庞 千千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是我不好 险些杀错了你 欧阳千千一边蹊跷流血 一边虚弱地摇动禽手 蕴含着幸福的血泪 潺潺滑过苍白的脸颊 谭云 你不要哭 我没事 真的没事 我只是感到很累 想要歇歇 文言 谭云频频点头 好 我这就送你 进入灵霄道店内 恢复伤势 丫头 等我解决了仇人 我再向你好好赔罪 欧阳千千虚弱地点了点头 接着 似乎想到了什么道 谭云 待会儿留下猴鼠一条命 应该是她杀害的真伯母和真伯父 好 我记住了 我这就送你进入灵霄道店 谭云说道 嗯 欧阳千千应了一声 看向依旧跪地的欧阳断天 轻声道 爹爹 你快起来吧 答应女儿 要和谭云站在一起 帮她杀敌 你放心 为父会的 欧阳断天回话时 依旧跪在虚空 因为在她心中 谭云便是鸿蒙至尊 没有谭云的允许 她不敢起身 欧阳伯父 快快请起 谭云说道 好好好 欧阳断天听到谭云叫自己一声伯父 心中那可是乐开了花 而方如龙气得脸色通红 浑身发抖 居然发出一阵狗叫 汪汪汪 她气得肺部都炸了 在她看来 谭云这是抢了即将成为自己妻子的女儿 气死我了 气煞我也 方如龙咆哮道 谭云 本先帝今日要与你不死不休 不死不休 哈哈 正合我意 谭云狂笑过后 沉声道 素兵 真姬 盈盈 三弟 你们出来 嗡嗡 虚空震荡中 众人只见三名女子和一名蒙面男子 自谭云身旁凭空而出 谭云看向欧阳断天道 伯父 你也进入我的灵霄道殿内吧 至尊大人 小人要陪你作战 欧阳断天应声时 目光定格在了真姬的身上 太好了 真侄女你没死 真姬冷冰冰道 欧阳城主 带查清真相 若真不是你杀害的我养父养母 你再喊我侄女也不迟 真姬 方如龙眉头紧错 我父亲不是把你关在遗弃之地了吗 你是如何出来的 还有 遗弃之地已经被毁了 你怎么没死 真姬冷若冰霜道 狗仙殿 本小姐懒得和你废话 至于我为何没死 你自己去想 好好非常好 方如龙怒急而笑 以为就凭你们便是我方如龙的对手了 本仙帝告诉你们 你们今日一个都别想逃掉 狗仙殿 对付你 我一人足矣 谈云画坝 扫尸一眼凌云仙城城主庄凌云 冰雪仙城城主上官雪 无极仙城城主李婷 夏侯仙城城主夏侯蜀后 目光定格在欧阳断天身上 伯父 这四大城主 皆是大地进十二阶 你选一个应战吧 好 欧阳断天应声后 目光定格在夏侯鼠身上 双目赤红道 夏侯鼠 若本城主未猜错的话 当年是你 杀害我的真海贤帝后 嫁祸给本城主的吧 是又如何 不是又如何 夏侯鼠凝视着欧阳断天 浑浊的眸子里 净是冷漠 好 很好 欧阳断天冷笑过后 看向谭云 至尊大人 小的 就对付夏侯鼠 可以 谭云点了点头后 道 盈盈对付庄凌云 速冰对付上官雪 真机对付李婷 沈速冰 破拔盈盈 真机 美眸愈发冷冽的 凝视着各自的对手 点了点头 大哥 我呢 无心上神询问道 三殿 你带着其他人 给我将这里的所有人 赶尽杀绝 谭云成声画霸 给凌霄到殿内所有人传音道 你们都出来 随无心一起杀敌 紧接着 玉庆 仙 孟义 欣盈 诗瑶 若曦 紫燕 素贞 至庆 清成 自谭云身旁凭空而出 谭云环视自己一方的众人道 记住 不留活口 杀 随着谭云一声力喝 无心上神体内弥漫出死亡大帝之力 手持神刀 和玉庆等十二女 朝广场外的三千万城主而去 噗哧噗哧 啊 先帝大人救命啊 不 本城主还不想死 血液喷剑中 无心上神手持神刀 开始屠杀围绕谭云的三千五百九十名大帝境十一阶的城主 下猴鼠 来吧 欧阳断天右手一翻 手中 出现一柄神剑 持剑 朝广场前方的夏猴鼠而去 来就来 本城主 怕你不成 随着一声长啸 夏猴鼠手持双刀 凌空与欧阳断天 展开了厮杀 杀 沈素兵浑身弥漫着大地境四阶气息 持剑施斩 时空换步 朝大地境十二阶的上官雪杀去 本章完 第1438章 夺魂神犬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羽目 上官雪望着凌空杀来的沈素兵 沉于落雁的容颜上 竟是嘲讽之色 区区大地境四阶的蝼蚁 也敢挑战本城主 真是找死 上官雪体内 喷涌出谷之大地之力 手持神剑 与沈素兵在虚空中激战了起来 下一瞬 拓拔盈盈 真姬 分别和庄陵云 李廷两大城主 决战了起来 而这时 潭台仙浑身弥漫着大地境三阶气息 凝聚出了光明圣意 持剑率先杀入了广场外的人群中 你一个大地境三阶的丫头 还想杀我等城主 痴人说梦 一名大地境八阶的城主 老驱腾空而起 朝淡台仙杀去 噗哧 还不带那城主靠近澹台仙 澹台仙已持剑 洞穿了那城主颅骨 澹台仙拔剑后 双翼自虚空化成一道巨大弧线 朝数十名城主切割而去 啊 不 噗哧噗哧 光明圣意 宛如无坚不摧的神器 立即让数十名城主脑袋搬家 杀 南宫玉庆 手持洪荒神剑 施展了洪荒圣主的传承 他所释放出的每一道剑芒 便将上百名城主 吞噬成肉渣 血液喷剑中 碎尸洒落虚空 薛紫燕手持五行神剑 紫色残影 急速穿梭在人群中 宛如一尊紫色沙神 所过之处 留下一具具尸体 方指沁手持神剑出源 对广场东方的城主们 展开了血腥的屠杀 一袭黑群 以杀手身份 跟随谭云的沈素贞 他手持长剑 犹如一尊无迹可循的幽灵 每一剑挥出 便有数名城主陨落 分散在广场四周的冯青城 慕容诗诗 南宫如雪等人 此刻 已化成了无情收割生命的天使 杀 屠杀 上千万城主 被玉庆 席尔等众女杀的溃不成军 废物 统统都是废物 方如龙怒笑震天 现在本仙帝宣布 大地进六阶以下的城主 速速从东门 西门 南门 北门逃离 凡是大地进五阶以上的城主 留在九天仙府 跟随本仙帝灭杀敌人 待将敌人灭掉后 本仙帝重重有赏 到神界为你们请供 唯令者诛灭救足 随着方如龙令下 共有二十万大地进六阶至十阶的城主 留了下来 朝无心上神 南宫玉庆等人杀去 无心上神狂笑一声道 嫂子们 还有如雪 紫燕 小庆 施施 清城 若曦姑娘 这二十万城主 交给我 你们分散开来 追杀逃命的城主 待我杀光了二十万敌人后 再去相助你们 闻言 众女分散开来 朝凌空逃亡的城主们 追杀而去 嫂子吗 方如龙眉头一皱 旋即 对着谭云宁笑道 谭云 这些小妞儿中 应该不止你一位妻子 本仙帝先将这些女人统统杀了后 再来收拾你 谭云 你给本仙帝记住 本仙帝要让跟你来的女人 全部都去死 让你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死去 话音腐落 方如龙右手一翻 手中出现了一柄刻归着九天仙殿的神剑 此剑名为九天地剑 方如龙手持九天地剑 气势汹汹的 率先朝薛紫燕杀去 正在追杀逃命城主们的薛紫燕 凌空一顿 只见方如龙持剑杀来 他吓得花容失色 姐夫快救紫燕呀 有姐夫在 紫燕别怕 那蕴含着掌控全局异位之音响起时 高达四千丈的谭云 手持鸿蒙式神剑 自虚空中蹦射而来 挡在了薛紫燕前面 谭云头也不回道 紫燕 这里有我 你接着去追杀敌人 姐夫你小心点 我走了 薛紫燕留下一句话后 手持五行神剑 蹦射入天际 接着追杀逃命的城主们去了 此刻 广场上空 只有谭云和方如龙踏空相识 宿兵 真鸡 欧阳断天 拓拔盈盈 和大地进十二阶的四大城主 仍在激战着 谭云双目眯视方如龙 口吻霸气道 你这条狗 本先帝不是狗 本先帝乃是夺魂神犬 方如龙力声道 呵呵呵呵 不管你是什么犬 你都是条狗 谭云耻笑间 撇视方如龙手中的九天地剑 一条狗还想用人类的剑 真是可笑 献出你的原形吧 那样你在老子手中 还能多活片刻 狂妄 看剑 方如龙身体腾空而起 又臂持剑 朝谭云立斩而下 秀 煞时 一道长达万丈的璀璨剑芒 斩碎了虚空 朝谭云当头斩下 鸿蒙是神剑绝 谭云一念之间 气息轰然暴涨到了大地境十二间 五行破灭 等时 一股股金木水火土大地之力 自谭云体内涌入鸿蒙是神剑内的刹那 谭云挥出了五剑 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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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空纷纷崩塌之际 五道不同属性的剑芒 自鸿蒙是神剑内一涌而出 自虚空中融合成一道长达上万丈的五颜六色剑芒 狠狠地斩在了利劈而下的万丈剑芒上 随着阵龙发聚的巨响 方如龙的万丈璀璨剑芒便溃散于空 而五行破灭剑芒 气势汹汹地朝方如龙而去 好强 方如龙凌空侧身显之又显地躲过时 山岳般的弹云已出现在其身旁 持剑横展向方如龙 嗡嗡 躲闪不及的方如龙 体内绽放出一盆霞光 旋即 一套七彩铠甲 自体表幻化而出 砰 哗啦啦 方如龙身上的铠甲 在五行剑芒下 轰然爆碎开来 化为漫天掉落的碎渣 当五行剑芒溃散时 方如龙披头散发 口喷鲜血 凌空倒飞数万丈 才站稳身体 此刻 方如龙望着谭云的眼神变了 变得极其凝重 他未想到 谭云的实力 竟强悍如斯 谭云 恭喜你 方如龙双目中流露出凶狠之色 恭喜你彻底激怒了本先帝 好 方如龙仰天长吼一声 顿时 摇身一变 化成了一只体型高达五千丈的庞然巨狗 夺魂神犬 他通体长满了乌黑的长毛 一双巨铜 变成了血红色泽 尤其是他的四只狗爪 长满了锋利且长达三百丈的指甲 显得威风凛凛 本章完 第一千四百三十九章 你能逃得了吗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与木 嗡嗡 虚空如水沸腾中 夺魂神犬体内爆发出了大地兽杜结期十二阶的强横气息 望着夺魂神犬 谭云眼神中丝毫没有任何恐惧与畏惧 因为谭云自信 自己在九天仙界的最后一战 必定勇猛无匹 没人是自己对手 包括面前的夺魂神犬 此刻 夺魂神犬口吐人言 第一 本神犬的血神木 就算是大地进十二阶的人类 都能控制其大地魂 而你 自然也不例外 第二 本神犬骨骼坚硬程度 媲美二阶下品神器 本神犬力大无穷 第三 本神犬素质快 无与伦比 第四 本神犬的四爪指甲 锋利程度 已经达到了三阶极品神器 锋利无比 最后 本神犬的獠牙 更是达到了四阶下品神器 可撕碎万物 谭云 你拿什么和本神犬决战 我若是你 便会苟且偷生 待修为提升后 再来找本神犬的麻烦 可是 很遗憾 哈哈 你现在修为太低了 你绝不是本神犬的对手 现在 你去死吧 夺魂神犬骤然间 一双狗眼内 绽放出了数万丈的血色光幕 笼罩住了谭云 鸿蒙神童 谭云巨童中 爆发出了妖翼的鸿蒙后 夺魂神犬的血神木 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嗯 夺魂神犬狗眉一皱 接着 脊背弯曲 猛然自虚空中狂奔起来 眨眼间便扑向了谭云 鸿蒙神不 谭云凌空一闪便轻而易举地躲过 耻笑道 你仅凭速度 的确可以灭杀大地近十二界的人类 不过 很可惜 你速度不如我 还有 正如你所言 你的骨骼 你的狗爪 你的狗牙的确很锋利 即便如此 今日老子 也要狂揍你 老子杀你无需用剑 就凭 谭云话音一顿 下一瞬 鸿蒙是神剑 化为一道光束 钻入了脑海中后 谭云高举起双拳 就凭这一双拳头 老子就能要了你的狗命 杀 鸿蒙神不 搜 谭云瞬间出现在了夺魂神犬左侧时 夺魂神犬猛然扭头 张开了摩天巨口 朝谭云颈部撕咬而去 毫无疑问 一旦被咬中 谭云脖子必定会被咬断 尽管谭云的空间霸体 已经修炼到了18阶初期阶段 拥有着徒手轰碎一阶极品神器 可如今 谭云肉身坚硬程度 远远不如夺魂神犬的狗牙坚硬 谭云身体凌空一番 躲过夺魂神犬的撕咬后 自虚空中一闪而过 便出现在夺魂神犬右侧 一拳砸在了夺魂神犬狗头右侧面门上 碰 随着沉闷的巨响 夺魂神犬狗脸崩裂 皮毛脱落 血肉蹦践中露出了一节节圣人的森森白骨 而他那高达五千丈的身躯 被谭云一拳轰飞万丈后 再次狂暴的朝谭云凌空冲来 这一刻 夺魂神犬已进入了狂暴状态 彻彻底底成了一条疯狗 发疯式的大叫着朝谭云冲去 然而 令夺魂神犬郁闷吐血的是 谭云施展鸿蒙神步后 速度就是比自己快了些许 自己每次要咬住谭云时 谭云总能躲过 谭云 本神犬就不幸咬不住你 夺魂神犬立声嘶吼 一次次的朝谭云疯狂扑去 两个时辰后 月色笼罩着天地 照亮了九天仙府 也照亮了散落在九天仙府 方圆三千万里大地上的一具具尸体 呼吱呼吱 此刻 广场上空 夺魂神犬类的气喘吁吁 他发起了无数次攻击 却没有伤到谭云一根毫毛 此人不愧是鸿蒙至尊转世 再这样下去 本先帝就算累死 都无法逮住他 夺魂神犬暗存此处 巨童中划过一抹脚侠之色 暗道 未经之计 本先帝只能施展杀手锏了 杀手锏施展后 若还无法灭杀谭云 那本先帝只能忍辱负重 逃出升天 前往神界 将谭云的身份 告诉两大至尊了 暗存此处 夺魂神犬深吸口气 怒视着虚空中 显得风轻云淡的谭云 嘶吼道 我让你知道本神犬的厉害 谭云覆手而立 一副猫戏耗子的模样 你早该施展你的神通了 不然 你就算累死 都无法碰到我 狗砸碎 把你的神通尽管施展出来吧 文言 夺魂神犬獠牢凶狠 谭云 本神犬要杀了你 神犬神通 狂神变 煞时 一股极其狂暴的气息 自夺魂神犬体内轰然爆发而出 狂神九变 九犬碎天 夺魂神犬身旁 幻化出一条五千丈 夺魂神犬的虚影 紧接着又幻化出八条虚影 每一条虚影所散发的气息 与夺魂神犬的气息同样恐怖 下一刻 九条虚影冲碎了虚空 朝谭云围拢而去 还特么狂神九变 名字倒是好听 谭云耻笑道 你能碎得了天 却碎不了我 鸿蒙是神剑绝 九脉是仙 哦不 应该是九脉是狗 谭云话音腐落 鸿蒙是神剑自脑海中飞出 射入手中的刹那 谭云体内朝神剑内 疯狂地注入金木水火土 风雷 时空 空间大地之力 嗖嗖嗖 谭云山月般的身体 自虚空中接连闪烁九次 一次性施展了九次九脉是仙 羞羞羞 九道长达万丈 蕴含着九种属性之力的璀璨剑芒 自鸿蒙是神剑内涌出的刹那 风起云涌 天崩地裂 下方一座座灰红的建筑 无法承受九道剑芒的气息 而纷纷暴碎开来 化为废墟 尘土弥漫 冲天起 遮天蔽月之时 九万丈剑芒 带着一阵急促的巨响 将九条夺魂神犬的虚影 斩溃开来 眼见此目 夺魂神犬下的几乎魂飞魄散 他此刻 就是丧家之犬 急速奔跑在夜空中 一边朝东门逃去 一边怒笑道 谭云 以本神犬的速度 在你追上之前 一定可以逃走 待本神犬逃走 便会禀告混沌至尊大人 让他派神兵神将抓你 逃? 呵呵 你能逃到了吗? 谭云施展鸿蒙神步 朝夺魂神犬急速飞去 本章完 第1440章 尸骨如山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羽木 同一时间 九天仙殿北方五百万里的虚空中 一袭白衣的上官雪披头散发 郊区上布满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 尤其是他颈部上 一道剑伤格外刺目 他在虚空中摇摇欲坠 脸色惨白的凝望着虚空中 手持飞剑 凌空而立 毫发无损的沈素兵 声音虚弱道 请您饶我一命 我愿意侍奉您的主子 也就是谭云 闻言 沈素兵淡淡道 你如何侍奉? 我 上官雪咬了咬阴牙 我愿意献出我的身子 给至尊大人为奴为壁 忽然 沈素兵笑了 你有资格侍奉我夫君? 真是可笑 受死 沈素兵手持飞剑 施展时空换步 朝上官雪颈部斩去 上官雪身体厚仰 弯背弱弓 躲过致命的一箭时 沈素兵左手一番 猛然击中了上官雪胸膛 扑扑扑 上官雪胸膛塌陷 连喷出三口血液 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朝下方坠落 噗哧 沈素兵俯冲而下 一箭刺穿了上官雪眉心 将上官雪击杀后 沈素兵释放出仙石 笼罩着方圆三千万里虚空 发现真姬已将大地进十二阶的里亭 打得险向还生 而欧阳断天和夏侯鼠 则是势均力敌 至于庄陵云这位大地进十二阶的强者 明显不是拓拔盈盈的对手 沈素兵给欧阳断天传音道 需要我帮忙吗 多谢至尊夫人好意 小人不需要您相助 这时 欧阳断天恭敬之音 自沈素兵脑海中响起 那你多加小心 我去追杀敌人了 沈素兵传音过后 又通过仙石发现 东 南 西 北四门出口处 各聚集了上百万名城主 尤其是东门最多 他还发现 谭云追着夺魂神犬 朝东门方向飞去 于是 沈素兵施展时空换步 朝东门急速蹦射而去 这时 星空下 庄陵云洋装不敌 突然 持剑爆起反击 出现在拓拔盈盈左侧 宁笑道 小玩 你还真意本城主不是你对手 哈哈哈哈 你上当了 本城主废了你 然后生情你 你便是本城主活命的筹码 噗哧 庄陵云兴奋大笑间 持剑斩落了拓拔盈盈左臂 旋即 庄陵云又挥剑斩掉了拓拔盈盈的右臂 搜 庄陵云 右手持剑 左手猛然朝拓拔盈盈咽掐去 企图生情拓拔盈盈 然而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让庄陵云感到 发自灵魂深处的恐惧 啊 怎么会这样 却是拓拔盈盈被斩落的双臂 急速又摄入了香肩断臂出愈合 我也让你尝尝 失去双臂的滋味 拓拔盈盈神色冷漠 持剑斜撩而上 血液喷剑中 一道剑芒滑出一道弧线 将庄陵云的手臂斩飞 噗哧噗哧 拓拔盈盈右手持剑 在庄陵云胸膛 呼吸间连续刺了数十剑后 弹口轻起 灭神指 她左手探出一根千千玉指 在庄陵云额头上轻轻一点 其脑袋便爆碎开来 灭杀庄陵云后 拓拔盈盈释放出仙石 笼罩着整座九天府邸 发现沈素兵朝东门支援后 她化为一道光束 朝西门迸逝而去 甄姬侄女不要杀我了 我当年和你父亲 关系非常要好啊 这时 李廷苍老而恐惧的求饶之音 响彻天际 定眼观去 但见李廷被甄姬一掌鸡飞 身负重伤 真是可笑 我可是记得很清楚 你呢 和我父亲关系很是一般 真姬画坝 玉壁一挥 飞剑脱手而出 洞穿李廷头颅后 未沾一滴鲜血 便又射入了真姬手中 真姬释放仙石 笼罩着苍穹 发现沈素兵朝东门而去 拓拔盈盈朝西门飞去后 她便朝南门迸射而去 九天仙府东门 花花花 烟红的血液 汇聚成血河 从东城门内 潺潺流出 东城门出口下方 高达五千丈的 是天魔园 手持有黑巨棒 全市者 何谓一夫当官 万夫莫开 在老园前方 一座座由尸体堆积而成的 血山连绵起伏 这些人 皆是想要逃出东门 而被是天魔园灭杀的城主们 是天魔园背对城门而立 昂视着前方虚空中 上百万名城主 一双巨铜中 透露着滔天杀意 金盖 你们休想活着离开一人 这时 为首的 一名大地禁五阶的城主 誓死如归地呐喊道 只有冲出城门 我们才会有活下去的希望 所有城主 我们一起冲出去 不但那城主画坝 便被是天魔园截断 冲你大眼 死 嗡嗡 虚空崩塌中 是天魔园原地消失不见 寝刻间 便出现在了上百万城主 身前的虚空中 碰 是天魔园 抡寝摩天巨棒 横扫千军般 将方才那名城主 还带上千名城主 给灭杀 快撤 这只妖元太强大了 我们朝南门逃 不知是哪位城主 呐喊了一声 于是乎 上百万城主 就要朝南门逃去时 一道无庸置疑之音 从西方天际响起 本神犬乃是九天先帝 现在所有人听本先帝命令 不得逃离 随着本先帝一起冲出东门 此刻 高达五千丈的夺魂神犬 自西方虚空中 朝东门凌空狂奔而来 他一双巨铜中 透露着深深的恐惧之色 因为谭云还在他后方 穷追不舍 他清楚 只有冲出东门 自己方有一线生机 否则 只有死路一条 是先帝大人来了 我们有救了 是啊 都听先帝大人的命令 一起冲出东门 上百万城主们俯冲而下 朝东门飞去时 是天魔猿嘎嘎一笑 率先飞落在地 用屁股堵住了城门 嘎嘎嘎 哎呀 只要你们这群蝼蚁 能把爷爷轰走 你们便可逃出去 上百万城主俯视着是天魔猿 纷纷不敢上前 夺魂神犬踏空而来 力声道 一群没用的废物 都本先帝滚开 本先帝来对付他 重城主 纷纷凌空避让时 高达五千丈的夺魂神犬 气势汹汹 朝是天魔猿俯冲而下 你这个区区大地兽成年期期间的蝼蚁 也想挡住本神犬 不自量力 死吧 此刻 虚空中追来的谭云 嘴角勾勒出一抹笑意 很是同情地望着朝是天魔猿冲去的夺魂神犬 谭云知道夺魂神犬力量强悍 骨骼齐硬 可是他更加清楚 老猿的骨骼更加坚硬 和老猿比力量 那不是搞笑吗 本章完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有点小ely 没有求人 劫里面 有点小 told